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v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1月4日下午,由大华府华人国际象棋协会主办的一宁纪念公开赛在盘达商务中心举行 本次比赛是为纪念前不久因病故去的年仅47岁的华府旗友王一宁先生 本次议赛得到了华商国际学院、美洲盘达商务中心的支持 以及华人社区积极的响应,共130余位不同年龄段的棋手参加了今天的议赛 其中包括王一宁先生17岁的长女朱卫王和年仅8岁的儿子安主王 我们这里头有正式的比赛,还有其他的副赛 想用这种趣味性继续鼓励他的两个孩子继续在国际象棋界发展 而且把国际象棋介绍给很多新来的新手 让他们了解这个国际象棋是有一些趣味性 而且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 注册的钱,然后还有donation box的钱 我们会一起汇总了之后 捐给王一宁的家人,给他妻子和孩子 作为一个教育基金 这是首次为了纪念一位社区华人棋友而自发组织的一场地区性象棋公开赛 主办单位邀请了美国象棋联合会的正式裁判 按照正式比赛章程来进行运作 参加比赛的选手除了华人社区象棋爱好者外 还有来自美国、印度、韩国、欧洲的象棋爱好者 有的还从美东地区临近的州赶来参赛 本次的比赛既是为了在华人社区中更好地推广国际象棋这项运动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已故的国际象棋爱好者王一宁先生 王一宁先生的长女朱卫王也是为优秀的国际象棋业余棋手 通过参加本次比赛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恩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主持人非常感谢 主持人的父亲非常喜欢棋 所以非常好看见他很多人记得他 很多人可以来到这里玩棋棋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 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大华府地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象棋爱好者参赛 比赛给他们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 比赛也展现了华人社区的凝聚力 将国际象棋运动继续在华人社区推广开来 华人社区这种活动我们一直在参与 这是我们这个盘大中心的理念 我们希望能够华人社区自己在一起 有地方能多事情 而且把自己社区的事情活动办好 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记住这位父亲 能够所有的华人家长继续support我们的下一代 华府新闻由Maryland Life Casino冠名赞助 我是华府华语记者杨展 在维州盘达商务中心为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